感谢神 带我们继续来思想神的话语 今天我们要看以夫所书一章17节 求我们绝对基督的神 荣耀的父 将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 使你们真知道他 那在17 18 19节 我们会看到保罗为以夫所教会所求的 那也是为我们所求的三件事 分别是真知道他 知道恩赵的职望与基业的荣耀 以及知道神在所信的人身上所运行的能力 那我们先看17节 这边讲到求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 那关于我们与神的关系 我们在前面第二节有跟大家分享 这边就不再多说 那再来讲到智慧 智慧在第八节我们有提到 那智慧就是智慧加上聪明 是帮助人能够做好的决定 以及能够把决定做好 那人间有许多人有聪明有知识 但不一定有智慧 而有智慧的人 他所展现出来的不见得就是能言善道 不一定聪明机敏 不一定能干 反而有智慧的人往往显露出一种深藏不漏的一个状态 就是别人可能不太懂 但他自己知道自己的生命要什么 他知道他人生的方向是什么 那么其实智慧跟度量以及喜乐 常常是连在一起的 一个有智慧的人 他能够宽宏 是因为他知道神祝福我们 神看顾 所以没有什么好计较的 并且有智慧的人 他也会知道别人的需要 即使别人占我们便宜 我们也能够有智慧的选择要如何面对 不会因此而被堵在那里过不去 所以有智慧的人他是能够喜乐的 因为他不会被事情所堵住所卡住 因此喜乐就是智慧的记号 那当然我们要了解喜乐跟傻乐之间还是有所区别的 傻乐多少是带着无知的 如果环境推到他的面前 那就乐不起来了 而智慧的喜乐 它是一种宽容 是一种对神的信 对上帝的认识 也包含对生命本质的理解与通透 也可以说是对天道的理解 以及内理的丰富 所以喜乐实际上也是一个属天生命的记号 或者说是生命圣灵果子的味道 那么世界上有世界上的智慧 但圣经所说的智慧 跟世上的智慧是不同的 基督徒在向人传福音的时候 其实先碰到的不是智慧的言语 而是实际家的救恩 然而对于我们这些已经信靠神的人而言 我们所需要的 除了在救恩的基础上 我们就需要来得着智慧 来认识神 认识那万古隐藏不言的荣耀的智慧 那么我们怎么分辨世上的智慧 或是天上的智慧呢 在雅各书三章十三节到十八节告诉我们 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 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 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 就不可自夸 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 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 乃是属地的 属情欲的 属鬼魔的 在何处有嫉妒纷争 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 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 先是清洁 后是和平 温良柔顺 满有怜悯 多洁善果 没有偏见 没有假冒 并且使人和平的 是用和平所栽种的异果 那么这一整段经文就让我们知道 如果是属地的 属情欲的智慧 属鬼魔的智慧 就会使人产生扰乱 使人产生嫉妒纷争 而如果是从上头来的智慧 就会使人产生 13到18节那一整段 先是清洁 一直到最后结成异果 所以这边保罗 求智慧的灵临到我们 我们可以知道智慧 就是一个外加的灵 当这个灵临到我们 就会让我们开始对行而上的事 对永恒的事 有感觉 有兴趣 如果有一天 我们开始能够不把眼目 一直黏在地上 开始愿意去体会 思想 寻求天上的事 那就表示 智慧的灵 已然临到我们了 所以保罗 为弗所教会的肢体所求的 第一个 是要有智慧的灵 使得他们能够明白 而我们也要求神 给我们智慧的灵 让我们能够 将我们的眼目从地上 能够真正的调转到天上 从外在的事情 调转到生命里的事 愿神祝福每一位 让我们都认识神 在万古以先 为我们预备的 各样的恩典 与祝福 谢谢大家 愿主圣灵与每一位同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